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恰西夫亚尔进攻受阻 普京可能要重选一个神圣日记了 2024年5月4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801天 先说一个重磅 第一批F-16即将运到乌克兰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叶弗拉什刚刚表示 F-16战斗机可能会在东正教复活节后出现在乌克兰 今年东正教复活节是5月5日 也就是说 F-16的到来很可能就在最近几天了 另一个消息也绝对重磅 而且标志着一项重大的战略变化 英国外相卡梅伦访问基夫时第一次明确表示 乌克兰可以用英国的武器打击俄境内的目标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要知道 暴风阴影导弹最远的打击距离可达500公里以上 比美国的Attakams导弹还要远 这是明说的 还有不明说的 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拜巴布拉泽5月1号在接受欧洲真理报采访时 评论了西方伙伴禁止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禁令 他表示 这种方法现在已经在改变 这位外交官说 已经有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武器 却没有这种限制 同时他还指出 并非所有事情都会公开宣布 只不过在一段时间内 有些事实会被掩盖罢了 布拉泽总结道 我们经常需要做出选择 是雷声大 雨点小的去做某事 还是闷不作声 去做必要的事情 他以远程Attakams导弹为例 这曾经是俄国画下的红线 美国总统拜登于3月12日批准的 对乌克兰3亿美元紧急军事援助中 悄悄加入了这种导弹 但直到这些导弹击中了战科一击场后 美国才承认此事 他警告俄罗斯 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接下来远程就来给大家讲讲 乌克兰无人机对俄本土的一种新的打击方式 我们之前报道过 乌克兰军民在使用袭扰俄境内铁路路线的游击战术打击俄军 俄国内铁路路网较为发达 且不受恶劣天气较多的影响 因此俄军的后勤模式的核心运输力量 仍然是以铁路为主的 尤其对于重装备来说 铁路更是唯一的长距离机动方式 但这也使其成为最脆弱的交通线 根据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 目前乌军有了新的打法来破坏俄铁路线路 他们使用无人机袭击了 俄罗斯奥利尔和库尔斯克地区 铁路线上的列车牵引变电站和变压器 而从俄罗斯的消息来源来看 这是乌军发动的多段协同无人机袭击 第一次打击落在了 波里尼和斯洛伯达火车站附近的牵引变电站上 15分钟后 沿着资美耶夫卡格拉佐诺夫卡线 向北再次发起攻击 乌克兰无人机的目标 是俄乌前线的一条铁路 铁路在向该地区运送军事物资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 无人机对铁路网的袭击本身就非常引人注目 有效实施此类打击的主要挑战是 铁路供电变电站是比石油基础设施都更小 更紧凑的目标 要像变电站一样的摧毁小型目标 意味着无人机的攻击精度 要求更加严格 而乌克兰专门选择牵引变电站和变压器 而不是直接毁坏轨道等也是有原因的 当年 苏联设计铁路的逻辑 是使能够快速更换受损的轨道段 并在短短几小时之内恢复交通 然而 一旦均进来于牵引变电站和变压器的电力供应或信号系统出现故障 交通就会在较长时间内瘫痪 而且事半功倍 尽管不像打包油库那么壮观 但这种方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在俄罗斯铁路网上便认证通常间隔15至50公里 一手攻击的地方太多 根本无法用防空系统全部覆盖 如果这种策略能够系统地实施 它将开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持久战争的新维度 扎布罗热前线 昨日乌克兰第58机械化旅 再次打退了俄军对乌罗日内的进攻 这是乌克兰第58旅的一周战国展示 在第三总统旅第二营和第二十特种部队营帮助下 乌克兰第58旅一周端掉了俄罗斯 762DSST旅 42辆装甲车和坦克效率之高 令人难以置信 在库尔斯克州 一架乌克兰RAM-2远程攻击5人机 击中了一架俄罗斯商贸局9A39M1导弹防空系统 为即将进入乌克兰领空的F16战斗机清除障碍 这个装扎的大量导弹的防空导弹系统 在被击中的一瞬间立即发生了灾难性的询报 在扎布罗热州 一枚M30A1GMLRS极数弹药火箭 在俄罗斯龙卷风TORM1火箭上空精确爆炸 数以万计的乌钢碎片 喷洒在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上 德国已经开始向乌克兰交付AMPS自我保护系统 其中一套已于四月交付 AMPS是一种高度模块化的系统 可帮助武装直升机探测来袭导弹威胁 并播出各种反制措施 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很有可能接受升级 美国将向乌克兰转让携带枪支的先进攻击无人机 据欧洲国防工业报道 费洛尼航空公司宣布 推出最新系列的武装无人机 旨在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 这种新型无人机可以搭载5.56毫米机枪 以及导弹和先进的监视设备 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奥利克·桑德尔帕弗里尤克 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强调 通过技术优势和真正孤立俄罗斯 战争才会结束 他预测 俄罗斯人2024年的目标 完全占领顿尼茨克和卢干斯克地区 如果成功 还将占领扎布勒热地区 俄罗斯的主要目标 仍然是摧毁乌克兰这个国家 他还对这场现代战争的特点做了一个总结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再在这一地带 建立一支庞大的打击力量 而不被远程打击无人机和大炮发现和打击 因此 这一新的现实 迫使双方以规模小得多的突击队进行作战 我们甚至已经不在意 赢甚至连为单位行动 确实 可观地说 尽管美国军事援助已经抵达 但就可以预见的未来来说 俄罗斯军队依然掌握着主动权 并在兵力和火力方面拥有优势 后者的优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比1 不过 就目前来说 我们尚未看到俄军在前线取得什么 值得一提的重大军事突破 很多小的战术进展 虽然具有宣传意义 却尚不足以动摇乌军防线 美联社采访了正在保卫 恰西夫亚尔的乌军第26炮兵旅发言人 后就宣称俄军无法在5月9日之前占领这座小镇 俄军为此需要重新设定一个新的神圣日期 恰索夫亚尔距离巴赫木特仅15公里 是一个高地堡垒城市 打下它 正是俄军控制山顶 并可以居高临下 攻击构成乌克兰东部防御支柱的其他城市 首当其冲的就是德鲁日基夫卡 和科斯扬纪尼夫卡这两个定居点的打门 乌军第115机械化驴刚刚发表声明 否认该部队要为奥切雷蒂诺村的防御崩溃负责 此前媒体报道称 因为第115机械化驴擅自撤退 导致乌军防线出现漏洞 俄军抓住机会突破了这个阿弗蒂夫卡西北部的定居点 第47机械化驴 尽管再次作为救货队紧急出动 但并未有效分布漏洞 在声明中 吴军第115机械化驴称媒体的报道不真实 称在敌我兵力对比达到10比1 甚至15比1的情况下 第115机械化驴全体官兵都没有逃跑 该驴在通往奥切雷蒂诺村郊区的更有利位置上 站稳脚跟保护村庄 并为另一个新驴提供了参加战斗的机会 新驴将取代第115机械化驴 继续保卫奥切雷蒂诺村 此外 第115机械化驴在声明中 还指责第47机械化驴的士兵逃离阵地 我们无法确认事实究竟如何 只知道俄军确实在奥切雷蒂诺村达成了战术突破 第115机械化驴也承认被其他驴取代 但这不管是对乌军士气还是对内部组织来说 都不是什么乐观迹象 在高层换帅后 乌军面临强烈的内忧外患 又要拟顺内部组织指挥体系 鼓舞士气 临危寿命的希尔斯基上将 面临着巨大压力 我是林月珊 感谢收看新冷战局室 我们下期再见 俄武器神话败落 最先进的巡航导弹被击落 王牌战机输34击毁人亡 俄军损失顶尖飞行员 再出核威胁 俄罗斯急了 美军在旅宋岛部署战机导弹 幽灵骑士击沉中国渔船 聚焦战场动态 剖析地缘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 我是宇童 今天是2024年5月8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805天 乌克兰当地时间5月6日 MIM-104爱国者导弹系统 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俄罗斯 最先进的隐形巡逻导弹KH-69 俄军又以武器神话败落 俄方宣布 这款导弹的发射范围 约为400公里 可配备在苏-57战斗轰炸机上 其电子引爆系统受到同屏蔽的保护 可以免受到电磁场EMF的干扰 上个月 俄军刚使用新型的KH-69 摧毁了乌克兰特里皮尔斯卡 火力发电厂 该发电厂是基辅、切尔卡瑟 和日托米尔地区最大的电力供应商 当时外界声称 这款导弹乌克兰根本拦不住 然而很快就被打脸 5月6日 俄罗斯一架苏-34飞机 在向乌克兰领土发射导弹时坠毁 据悉 坠毁的是一架俄军王牌战机 属于俄罗斯空军第47混合航空师 第105轰炸机航空团 遇难的两位机主人员 热尼亚和沃洛加都是顶尖的飞行战斗人员 俄罗斯联邦航空航天部队的战斗轰炸机电报频道报道说 最好的机主人员在编号20亿的轰炸机上死去 他们的经验丰富 训练有数 事发当天 这架苏-34在比尔哥罗德地区的瓦鲁伊基定居点地区 执行了战斗任务 根据俄方的初步情报 飞机的发动机出现故障 机主人员因没有时间弹射 因而与飞机一起坠亡 不过有分析认为 对俄军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而言 飞行员直接身亡 可能不是俄罗斯方面所说的 什么发动机或者机械故障 更像是直接被防空导弹击中 飞行员来不及弹射就发生爆炸 这架苏-34在距离乌克兰边境30公里的地区坠毁 而这正好是这种战斗轰炸机 在高空以尽可能发挥滑翔炸弹射程的距离 所以不排除这架轰炸机是被乌克兰击落的 乌克兰方面目前还没有对此发布消息 近日乌军已收到了一批美资源的反装甲火箭 导弹和急需的155毫米炮弹 有消息指 此前西班牙宣布运送的MIM-104防空导弹 也已抵达乌克兰 但要供应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乌军还拥有了射程达到300公里的ATA-CMS远程导弹 隶属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奥信特技术公司发布影片显示 几天前 乌军发射好几枚M-39型ATA-CMS战术弹道导弹 袭击了卢干斯克州的俄军士兵训练场 几枚ATA-CMS的轰炸间隔仅一两秒 其中一枚飞弹几乎直接命中俄罗斯士兵的活动区域 M-39是一种广域型弹种 弹头段有数百枚圆球状的M-74极速弹药 对非装甲、非掩体的目标破坏力很大 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告诉纽约时报 乌克兰得到ATA-CMS的时间 比美国政府公布的日期还要早 他们在4月中旬就用ATA-CMS攻击了第一个目标 是位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战科伊军用机场 成功摧毁了4具S-400防空飞弹发射器 3座雷达站、防空设备和空域监视设备 另外F-16战机也即将抵达乌克兰 5月4日挪威《网游报》报道称 挪威的首批F-16战斗机已经交付 很快就会抵达 这些迹象表明战争的态势可能即将发生转变 然而这种情势让俄罗斯胆寒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警告称 俄罗斯将把F-16战机在乌克兰的出现 视为有针对性的挑衅 无论这些F-16战机经过何种改装 莫斯科都视其为核武器运载工具 乌国媒体对此评论道 或许俄罗斯人可能已经意识到这是末日的开始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 曾表示法国军队可能会进入乌克兰 亚洲时报5月4日的报道 来自法国第三步兵团的100名外籍军团士兵 已经被调派到与乌克兰第54机械化步兵旅 一起的斯拉维扬斯克战区 为乌克兰军队提供炮兵和监控系统方面的专业服务 据悉法国计划向乌克兰派遣1500名士兵 不过消息来源的可靠性还有待考察 英国则表示允许乌军使用英国武器 甚至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这些消息都引起了普京的强烈反应 俄罗斯外交部随即传召英国驻俄大使 并威胁说 如果伦敦敢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或试图协助基辅占领其领土 莫斯科将轰炸一切 随后俄罗斯宣布将举行军事演习 其中还包括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称 普京已指示俄罗斯军方在海军的协助下进行此次演习 并表示演习将紧密关注 驻扎在乌克兰附近的俄罗斯士兵 演习期间将进行一系列行动 以演练非战略核武器的准备和使用 欧洲媒体评论称 俄罗斯宣布进行核演习 显示克里姆林宫的极度紧张 众所周知 乌克兰是个无核国 即使拥有F-16战机 也不可能向俄罗斯发射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也明白这一点 然而俄罗斯似乎更倾向于 以拿核武器为借口来回应局势 以显示自己的面子和决心 俄罗斯再次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这个王炸 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手里的底牌可能不多了 俄罗斯的核武能力到底怎样呢 虽然俄罗斯官方从未公开具体拥有多少核武器 但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今年3月的评估报告 估计俄罗斯目前可能总共拥有4380枚核弹头 其中大约有326枚搭载在核弹头的洲际导弹上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核武器库中包括爆炸当量在5000吨到5万吨TNT当量之间的战术核弹头 这些核弹头可以搭载在9M723-1弹道导弹或9M728巡航导弹上 此外 由于战术核弹头尺寸较小 它们还可以安装在152毫米口径的炮弹和24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弹中 根据美国军方高层评估 中共可能在2027年具备对台湾进行攻击的能力 因此美国一直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布局 以应对中共的威胁 五角大楼还在菲律宾最北端的旅宋岛建立了更多基地 并部署了隐形战机和新型导弹 这些军备在台海发生冲突时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令中共感到忌惮 据悉 美军的中程打击能力MRC发射器 又称提风武器系统 已经抵达菲律宾旅宋岛北部战区 这是提风武器系统首次部署在第一岛链 最令中共胆寒的是 中程导弹的射程可达2000公里以上 因此能够覆盖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敏感的南海和台湾海峡区域 另外美军的中程打击能力联是驻扎在华盛顿州第一多域特选队的四个联之一 拥有数百名士兵 操作四个四联发射器 用于发射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或标准六型拦截导弹 这些导弹可以击落飞机和敌方导弹 包括弹道导弹和某些高超音速导弹 标准六型导弹还可以在关键时刻打击水面目标 BBC援引分析报道指出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中共军队可能会依赖多个空军基地进行进攻 但如果提风系统发射导弹攻击跑道 中共的轰炸机将暂时无法起降 通过使用导弹进行重复和持续的攻击 可以干扰中共对台的空中作战 不仅是针对空军基地 还能针对海上船舰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与菲律宾在今年四月底 举行了歼并歼二次联合军演 在这次演习中 首次出动了新一代的AC-130J幽灵骑士空中炮艇机 对模拟中国渔船的目标进行了实战射击 外界普遍认为 这一举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近年来 中国经常利用大量渔船 在南海等争议海域进行活动 以彰显其主权立场 这种灰色地带战术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 美军的行动可以被视为 对中共挑衅行为的回应 同时也表明了 美国在维护印太地区航行自由 和地区稳定方面的决心 AC-130J幽灵骑士是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使用的一种特殊飞机 其机身侧面装备了一门30毫米机炮 和一门150毫米榴弹炮 能够在空中停留 并对地面部队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它还可以携带各种空队D武器 包括GBU-39小直径炸弹 GBU-69小型滑翔弹药 AGM-114地狱火 AGM-176施救等轻型战柱飞弹 好 今天的新冷战情势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苏尔武战机被击落 俄军再起瓦格纳模式 防空能力再提升 英国支持乌克兰指导黄龙 弹药大变身 美国驻乌反制俄电子战 美国谴责俄乌使用违禁武器 聚焦战场动态 剖析地缘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 我是林远山 今天是2024年5月6号 俄乌战争进入第803天 俄乌双方目前仍持续交战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哈尔科夫 奥德萨及蒂尼泊地区狂轰滥炸 乌军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也在继续 前线战场也有战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5月4号晚间的讲话中宣布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各城市投射大量弹药 并向包括前线阵地在内的地区 发射8枚各型飞弹 投放近70枚导引航空炸弹 乌军击落了13架沙西德无人机 并且乌军第110独立机械化旅 在顿内茨克地区 击落一架苏尔武战机 干得好 他在Telegram上向机动火力大队 空军和乌克兰武装部队 其他兵种的防空部队表达感谢 并感谢所有前线士兵的辛苦付出 据乌克兰情报机构称 在入侵之前 俄罗斯拥有大约1500架战斗机 现在已经损失了348架飞机和325架直升机 泽伦斯基还敦促乌克兰各地提高警惕 因为随着俄罗斯具有象征意义的5月9日胜利日的临近 克里姆林宫可能正在策划大规模的袭击计划 同时俄军仍然没有放弃人海战术 乌克兰国防情报区副局长斯基比茨基 告诉经济学人 俄军人数又增加了4万 目前总数为51.4万人 特别是在哈尔科夫北面的俄军 已经聚集近3.5万人 接下来很可能会达到5万到7万人 此外 俄军司令部计划建立一支1.5万到2万人组成的预备役部队 随时准备部署到任何地方 尽管乌军努力在牵线清除俄军 但俄罗斯仍在使用人海战术 消耗乌克兰 俄军最近使用的战法也不可低估 据悉 公用兵团瓦格纳早前的作战方式 如今在俄军中普及 具体说来 就是在作战过程中 先派遣十多个士兵小队探路 等乌克兰火力点暴露后 再用大量的炮弹全面覆盖打击 接下来再派出十多个小队探路 探查乌克兰的火力点是否被清除 如果清除就停下来 第二天继续往前攻击 如果没有被清叫 那就再次使用大量炮弹 加以覆盖打击 对于坚固的乌军堡垒 俄军则会派出苏34战斗轰炸机 发射滑翔炸弹 俄军之前在阿弗蒂夫卡 以及巴赫木特 到加西夫亚尔之间的地区 就是靠这套作战方式掠夺了城池 当然了 这么做也是有缺点的 那就是俄军士兵的消耗很严重 5月4日 英国国防情报表示 2024年4月 俄罗斯平均每日伤亡人数 为899人 未来两个月 俄罗斯会因为进攻作战 而造成人员损失的进一步增加 一方面 乌克兰的弹药问题得到缓解 另一方面 俄罗斯军队更偏向于消耗战 而非注重治疗 这是导致俄军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 另外 俄乌战争的战线自2023年以来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战争前期 俄罗斯猛烈进攻 夺取了348平方公里领土 但一次造成的收益与损失 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成比例 而当初的势头 现在也已经越来越弱 现在俄军还未能完全占领 乌东四周所有区域 金顿涅茨克就有1.07万平方公里区域 被乌克兰控制 虽然俄军平均每天前进0.7公里 战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外界认为 俄乌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 将不可避免的持续下去 直至俄乌其中一方支撑不住 值得关注的是 乌克兰这边的总体战略 目前还是比较清晰的 首先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和防空系统 在天空作战 以消耗俄罗斯空天军的实力 其次 借助海马斯发射Atakums远程巡航导弹 轰炸克里米亚的俄军基地 指挥部和弹药库 以破坏其后勤部极限 第三 利用海上无人机等 继续维艰黑海舰队 随着西方提供更先进 射程更远的武器 特别是在欧洲炮弹能力生产不足的情况下 欧美援助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实力 同时 俄罗斯基金盟国遭到全面制裁 武器代差将更加凸显 日前 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什丘克宗教 在哈尔科夫航空大学 兼校20周年庆典上 分享了一段视频 展示了乌克兰的首架F16战机 虽然这段视频 可能是通过电脑渲染生成的 但外界认为 这预示着F16战机 可能很快或已经抵达乌克兰 美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新型爱国者防空系统 可能会在6月份抵达乌克兰 并且可能会与第一架F16战机的交付同时进行 如此一来 俄军的时间窗口就将迅速关闭 也预示着2024年下半年 整个战争局势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此前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乌克兰从盟国获得F16战斗机时 乌克兰将有权自卫 包括打击乌克兰境外的 俄罗斯合法军事目标 针对F16如何和乌克兰空军 现有的素质战斗机协调 这个问题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耶弗拉什介绍 此类演习早在2000年代 就已经进行过 新型战斗机与苏治老式飞机的结合 非常成功且有效 希望尽快重新装备整个乌克兰机队 现在随着F16战斗机即将抵达乌克兰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明确表示 不反对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 对准俄罗斯本土目标 外界预计 这意味着 英国可能不仅仅提供 240公里射程的风暴阴影 而是将提供射程达到了560公里的版本 这一变化可能会让莫斯科关注的焦点 转移到了俄罗斯本土的防空系统 因为他们需要确保能够拦截这些风暴阴影导弹 英国还承诺 每年为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援助 并提供100年的防务伙伴关系 卡梅伦指出 这场战争对我们整整一代人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乌克兰不能单独战斗 我们都必须加紧努力 确保乌克兰拥有获胜所需的一切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在强调 美国旨在协助乌克兰自卫 但不支持或鼓励使用美制武器 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袭击 不过呢 即使美国这样说 也没有影响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5月4日 杰克总理菲亚拉表示 将在2024年底以前 与乌克兰进行另一次会议 与丹麦和荷兰密切协调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弹药 并尝导炮弹联盟继续为支持乌克兰提供帮助 日前 美国空军正在改装供应给乌克兰的增长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JDAN-E2 以应付俄罗斯频繁使用的GPS干扰剂 目前 美国空军生命周期管理中心 已与科学应用与研究协会公司 签署了一份价值2355万美元的合同 用于采购追踪GPS干扰器的追踪器 并使其整合到现有的精确制导武器 JDAN-E2炸弹套件中 这款追踪器体积小巧 成本低 能够侦测并锁定GPS干扰器发出的信号 从而引导JDAN-E2炸弹 精确摧毁干扰源 JDAN是由波音公司为美国海军空军联合开发的一种空头炸弹配件 通过搭配GPS导引改装套件及滑翔增程套件 使传统航空炸弹变为可控制 能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使用的精确导引武器 沃克兰空军自2023年3月以来 已经使用JDAN-E2炸弹 对俄罗斯目标进行打击 未来 美国可能将追踪GPS干扰器的能力 整合到其他供应给乌克兰的西方精准导引弹药中 例如AGM-88高速反辐射飞弹等 这些改装后的JDAN-E2炸弹 有助于乌军对抗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威胁 并提升其精确打击能力 乌克兰还计划购买美国的M2-9 Reaper死神无人机 以帮助乌军在俄军下级攻势期间 识别前线深处的俄军目标 另外日前美国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了 氯化酷等化学武器 违反了国际化学武器公约 氯化酷也就是三路消极甲烷 是一种有毒的油状液体 具有极其次敌的气味 人类接触到这种物质后 可能会皮肤起泡 眼睛不适和呼吸混难等症状 特别是氯化酷烟物 对人体更为危险 吸入后会导致肺部肺静脉受损 引发肺水肿 数捡出现咳嗽声和红色泡沫状探验 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死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氯化酷的危害以为人所知 最初它是作为杀虫剂开发的 但后来被俄罗斯用作武器 1916年 德国军队也开始在法国前线使用这种毒气弹 尽管俄罗斯贬称 以销毁器化学武器库存 但这番说辞毫无用处 乌克兰战争的形势很可能会更加紧张 另外 乌克兰军队使用极术炸弹的行为 也被美方给予谴责 因为极术炸弹的使用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 尤其是对平民 今天的新浪战争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克里米亚又出事了 乌克兰狼群战术 无人艇摧毁俄黑海舰队巡逻艇 创新 乌克兰海上无人艇配备空空导弹 威胁俄罗斯武装直升机 乌克兰愿望清单守卫 美国要不要给死神 确保俄罗斯付出代价 新原无人机或配以色列长丁反坦克导弹 夏索夫亚尔久攻不下 普京注定要失望了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7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804天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 5月5日夜间到6日凌晨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派出水面无人艇 继续袭击克里米亚的俄军黑海舰队 网路流传的视频显示 乌克兰在海上的马古拉 马古拉V5自杀式无人艇 袭击并击中克里米亚切尔洛莫尔斯克区 沃兹卡湾的一艘俄黑海舰队登陆艇 这表明乌军正使用密集的狼群战术 对克里米亚俄军目标进行大规模攻击 而黑海舰队已经遭受重创 大部分剩余舰艇撤回俄本土港口 只有潜艇偶尔到黑海发射口径导弹 袭击乌克兰 之后迅速返回俄本土 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只剩下少量巡逻艇 然而乌克兰连这些巡逻艇也没给留下 全部一锅端了 未来几天 克里米亚是否有更大动作值得关注 另一段视频显示 俄罗斯武装直升机在海上追逐 拦截乌克兰Magula V5海上自杀式无人艇 并对无人艇疯狂射击 然而该无人艇随后发射了一枚导弹 据称这是一枚经过改装的R-73空对空 全视角红外热群的导弹 从画面来看 很可能没有击中直升机 但这至少表明 乌克兰水面无人舰艇USV 现在正在迅速迭代进化 一些无人艇居然具备了初步的防空导弹能力 很有可能击中在海上执行拦截任务的 低空飞行但速度慢的俄罗斯直升机 说到无人机 据Politico政治报报道 MQ-9死身无人机 现在排在了乌克兰希望获得的 美国武器愿望清单之首 乌克兰政府几个月来都在与美国政府谈判 希望华盛顿能满足基辅这一要求 知情人士透露 自战争爆发以来 乌克兰政府就一直试图从美国获得MQ-9死身无人机 看中了这种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侦察能力和打击能力 但乌克兰政府最近改变了态度 更看中死神的侦察能力 尤其是对地侦察能力 这可能与新战略有关 乌克兰军队正在寻找各种方法来摆脱目前的不利局面 尤其是监控俄军前线动向寻找可能的薄弱点 尽管俄乌两军现在大量使用各种类型的无人机 但实战表明 像土耳其拜拉科塔TB-2这样的侦察攻击无人机 在高强度对抗的乌克兰战场上几乎毫无用武之地 很容易被拥有强大防空网的对手击落 当然俄军装备的猎户座无人机同样如此 甚至还不如TB-2 TB-2至少出动次数更多 对乌军夺回蛇岛等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猎户座则很少出动在战场上 这种俄军现役先进无人机 似乎在可靠性等方面存在问题 对乌克兰军队来说 MQ-9死神无人机具备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大飞行速度达每小时444千米 最大续航时间27小时 真程型还会更长 而其最重要的能力则是先进的态势感知能力 装备有多种主被动探测设备 包括三猫合成孔径雷达 以及戈尔贡宁式广域监控系统等光学感测器 甚至有能力追踪以耗尽燃料的助推器或战斗部等温度较低目标的能力 乌克兰空军可以利用死神无人机的长制空能力和侦察能力 增强防空作战的有效性 探测追踪俄军发射的各类导弹和疑似伊朗制自杀式无人机 不过如果将MQ-9死神无人机用于探测前线俄军 在前线附近活动的MQ-9死神无人机面对这些空中威胁 其存活力恐怕不会很高 尤其是考虑到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国防部对MQ-9死神无人机的重视程度 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华盛顿是否会同意基辅的要求 但很明显华盛顿在过去两年里没有同意基辅的要求 也有着自己的顾虑 倒不是担心MQ-9死神无人机的战损 这种无人机在全球其他地区已经损失多价了 而是担忧MQ-9死神无人机的机密可能会被俄罗斯方面获得 尽管经过了多轮清洗 但乌克兰内部依然有不少严数 再来看两种乌克兰的创新无人机 乌克兰部队继续越来越多地使用配备长波红外热像仪的自杀无人机FPV 这些热像仪能够在夜间追击目标 看穿尘土飞扬的环境 并侦测热车辆和士兵 但这还不算是最牛的 在美国新军事援助中 美国Fernoni Aero公司宣布 为乌克兰推出了最新系列的无人攻击机 旨在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而这些无人机留在哪呢 它们配备了先进的武器 可以携带5.56毫米口径的机枪系统 也可以发射和标枪齐名的以色列长丁反坦克导弹 还能够执行侦察监控任务 这意味着用航程更远的无人机发射反坦克武器 直接打爆坦克 而不是FPV将炸弹直接投入俄军坦克顶部 即将成为现实 这也将大大增加乌克兰无人机对俄军坦克的命中率 如果找个说法来形容这款无人机 应该算是贫穷国家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乌克兰战场战争研究所分析称 乌克兰军队正在从阿富迪夫卡西北部的阿尔汉赫尔斯克等村庄撤退 以空间换时间 避免在西方军事援助到达之前 被前进的俄罗斯军队包抄 过去24小时 乌克兰47旅与一个由7辆坦克和5辆MT-LB组成的 俄罗斯冲锋队进行了激烈战斗 一举将其击溃 并摧毁了俄军的所有装备 第47旅第二副营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技术在这里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 我们用鲜血捍卫了我们的名字 巴赫木特前线 俄军昨日使用FAB华翔炸弹 轰炸恰索夫亚尔参加复活节祈祷的人群 不过枕头太差偏离了目标 而且也没有爆炸 乌克兰军方一名发言人称 俄罗斯在恰索夫亚尔附近 部署了2万至2万5千名士兵 目标是到达顿涅茨克州的行政边界 不过过去一个星期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为了辞职俄军的进攻 乌军已经将恰索夫亚尔东郊 横跨北顿涅茨至顿巴斯运河上的桥梁炸毁 这是因为5月4日俄军对运河危局的总攻已经展开 并从彻翼攻击运河通道 在北侧乌军仍然控制着格里哥罗夫卡和卡里诺夫卡 目前俄军推进困难 俄军使用240毫米3F5夜魔侠 Smellcheck 一种高爆破片 半主动激光制导迫击炮炸弹 对乌克兰阵地展开轰炸 主要目标之一是泽来纳亚街和戈尔巴托哥街拐角处的一栋高层建筑 该建筑可以俯瞰整个微区以及春郊的居民区 该建筑非常坚固 在遭受几枚FAB轰炸后仍然耸立 而且相对完整 竟失去了一个入口 与此同时 伊万诺夫斯基以西的战场仍然很模糊 T-0504高速公路有一个田野中的战壕区域 是夺取整个查索夫亚尔的关键 在伊万诺夫卡和克列谢耶夫卡之间的东南方向 俄军正在前进 根据乌方公布的视频 前阿尔杰莫夫斯克机场西郊 直至克列谢耶夫卡以北森林的森林带 均处于俄罗斯军队的控制之下 但无论如何 按照这个推进进度 普京一心要在5月9日前 拿下查索夫亚尔的愿望 恐怕要落空了 好的 今天的新冷战情室就到这里了 我是宇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47旅布拉德里战车 用陶式导弹 击毁俄军T-80主战坦克 俄陆军总参谋长之子 一遭海马斯定点清除 浮夸的普京就职一事 泽林斯基险遭案上 乌克兰揪出高层内鬼 聚焦战场动态 剖析地缘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区室 我是远申 今天是2024年5月9日 俄乌战争进入第806天 顿涅茨克州阿弗蒂夫卡前线 一辆乌克兰精锐第47旅的 M2A2布拉德里战车 在近一英里的距离外 用一枚陶式反坦克导弹 成功将一辆俄罗斯T-80坦克摧毁 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 陶式反坦克导弹 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 反战车导引费的 可以贯穿任何已知战车的装甲 2016年 一辆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 土耳其布拉德里战车 被伊斯兰国武装集会 用的就是这种陶式导弹 这里顺便说一下 福布斯称 美国国防部正在对 乌军最精锐的第47机械化驴 进行武器装备的全面更新升级 包括换装美制M1坦克 M2步兵战车 及M109榴弹炮 并表示会派北约军事教官 对该驴实施培训 第47机械化驴 是乌克兰国防军 第一支全美制武器装备 及训练的精锐部队 在过去一年的战斗中 损失了200辆M2战车中的40辆 31辆M1坦克中的5辆 而被他们摧毁的俄军装备 则不计其数 也创造了用M2步兵战车 使用25毫米口径链炮 摧毁被普京称为世界最好坦克的 俄军T90M主战坦克 这样的经典战地 阿弗蒂夫卡前线 在过去两天里 俄罗斯军队向奥利夫卡引南推进 到达了佐良斯基池塘大坝和托伦克 北部临近的中指缘 激烈的遭遇战正在进行之中 另一方面 乌军同时奥切雷蒂诺镇后 俄罗斯军队继续在三个方向取得突破 过去几天 该阵以北的俄罗斯军队 占领了诺沃卡利洛沃 阿尔汉戈尔斯科耶和克拉米克等定居点 直接威胁位于诺夫哥罗德斯科耶和托列斯科的乌军集团侧翼 俄罗斯军队沿着从奥切雷蒂诺到波克雷夫斯克的铁路前进 波克雷夫斯克直到2016年都被称为红军村 后在乌克兰的去俄语化军动中被改为宪明 这个方向上 俄军已经突破乌军的防御阵地区域 进入没有防御攻势的平原 但根据最新消息 火炮炮弹已经陆续抵达乌克兰 预计阿弗提夫卡前线的形势会逐步稳定下来 巴赫木特前线 过去24小时 俄罗斯人占领恰索夫亚尔的企图再次被乌军粉碎 扎布洛尔前线 几天前曾一度传出 俄军在乌洛扎因南部郊区站稳脚跟 实际情况却是俄军的进攻失败 残余俄军被赶跑 这个定居点完整地控制在乌克兰军队手里 此外 一度胜传被俄军拿下的罗伯蒂尼 也还牢牢地控制在乌军第65旅手里 俄罗斯社交账号 新福尔加格勒 5月6日发布一则复文称 悲惨的消息从前线传来 我们的同胞丹尼斯 亚历山德罗为其拉平英勇牺牲 这位丹尼斯拉平是俄近卫第一坦克团上校团长 在5月3日凌晨 被海马斯发射的Atakums导弹 精准击中俄军指挥部去军事化 Atakums击中的指挥所 位于乌克兰前线200公里外 在乌克兰没有得到Atakums之前 仅有数量不多的短程风暴阴影的情况下 这是个安全距离 但现在美国新援助的远程Atakums导弹 可以打300公里 最重要的是数量众多 让乌军完全不担心 用完了就没了 这让乌军发射这种导弹时 几乎没有了后顾之忧 而之前连发射海马斯的火箭弹 都得亮米下锅 这位1986年出生的拉平上校 年仅38岁就能官拜 俄军第一坦克团团长 这个显赫职务 在俄军这个论资牌背的体系中 当然得有相当的背景才行 而他的父亲就是此前俄中央军区司令 一段时间内负责乌克兰东部作战的 最高指挥官 现任俄罗斯陆军总参谋长的拉平上将 不久前 拉平上将亲自把诸可夫勋章授予了自己的儿子 表彰其对苏梅和切尔尼戈夫的进攻 但这遭到抨击 因为小拉平在两年多的战争中 并无显赫的军功 不过相比16岁的卡德罗夫儿子 已经高居车臣安全部长 小拉平38岁就官拜禁卫坦克团上校团长 似乎还差了一点 但也得有个好爹才行 实话实说 虽然被去军事化 但拉平的儿子算是给自己的老爹争气了 虽然没有军功 也算是马格果实啊 想想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的儿子 面对征兆电话时说出的 你要是知道我爹是谁 就不会给我打电话 我不太适合待在那里 您说说 这得有多嚣张啊 拉平上将在2022年的哈尔科夫 及顿尼茨克连持败仗 遭到一度结盟的普里格金 与卡德罗夫极力抨击 卡德罗夫甚至说 要把拉平拉到前线当二等兵 而拉平则讽刺卡德罗夫只会吹牛 多次占领基辅 甚至准备进攻波兰 我在卢干斯科没有这么豪华的沙发 我不是在抖音上下达命令的 而是通过特殊的通讯方式下达命令的 这里所谓特殊的通讯方式下达命令 实际上是表达自己身先士卒 感冒枪林弹雨 前线指挥 和拉拉垮垮的拉平相比 熬过了因受普里格金叛乱 而被流放消失了九个月的末日将军 苏罗维京 则是一员真正的虎将 而且有消息指苏罗维京很可能要来一个回马枪 重返战场 在他当俄军总指挥期间 搞了几个大动作 比如说明修战道 暗堵陈仓 果断决定撤离赫尔松 避免了被乌军异国断 再比如下令轰炸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就是他的孙昭 以及在顿巴斯建立三道坚固的苏罗维京防线 这些策略都非常尽功效 尤其是那三道防线 去年夏天就让乌克兰的大反攻碰了个鼻青脸肿 损失惨重 可以说苏罗维京让乌军吃尽了苦头 苏罗维京是苏联阿富汗战争 和2000年代的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老兵 还参加了2015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残酷战役 手段极其残忍 为他赢得了叙利亚屠夫的绰号 5月7日 在俄罗斯沙皇曾经加冕的 克里姆林宫杜金的圣安德鲁大厅里 东正教教宗代表上帝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献上了一段肉麻的祝福 普京圣上 愿上帝保佑你 本世纪末才意味着你掌权时代的结束 上帝给了你长期统治俄罗斯的一切 普京在随后的就职演讲中说 我们希望俄罗斯自由繁荣 成为一个富裕强大文明的国家 其公民为此感到自豪 并受到世界的尊重 普京表示 他将俄罗斯的安全放在首位 并承诺将领导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获胜 话音刚落 外面响起了30响礼炮 现年71岁的俄罗斯总统正式开始他的第五个任期 普京在位已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是自斯大林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 他的新任期将持续到2030年 根据宪法他皆是仍有资格再次参选 而普京可能眼下最希望看到的线里 这是泽连斯基的人头 乌克兰安全部门昨天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这在保卫总统等高级官员的组织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两名上校 同时也是帮助俄国联邦安全局FSB 策划暗杀事件的特务小组成员 除了泽连斯基 SPU局长马柳克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 也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之中 根据最新消息 被拘留者是国家安全局局长安德烈古克和他的同事德尔卡奇 两名上校军官被俄罗斯情报部门用美金策反 执行对乌克兰领导人的暗杀计划 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截获的音频 乌军上校和俄方讨论用无人机 地雷火箭筒反坦克导弹等各种武器 刺杀泽连斯基的方案 按照计划 袭击者将在泽连斯基出行途中发布袭击 即使泽连斯基将乘坐一辆装甲吉普车 另一辆车搭载警卫人员 在目标确定后 俄军将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斩首行动 再由俄罗斯特工使用FPV自杀无人机 对可能的幸存者进行攻击 最后再由俄军发射弹道导弹 毁灭所有痕迹 作为献给普京救治典礼的一份大礼 按照乌方的说法 自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泽连斯基已经躲过了多次暗杀 乌方指出 之所以俄方试图暗杀泽连斯基 主要是因为后者的巨大能量和影响力 莫斯科认为 泽连斯基是乌克兰抵抗的象征 它的存在 使得乌克兰人最大限度的团结 并且能够从西方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 如果将其斩草除根的话 那么无意将重创乌克兰的抵抗运动 很可能造成战局的一边岛 使得俄罗斯能够尽快结束这场 看不到尽头的战争 结语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许多乌克兰运动员依然放弃选手舞台 投身军旅 抵抗外敌 乌克兰奥卫会7号证实 30岁的局中选手皮列申科 5号战死沙场 这是俄乌战至今首位卫国捐取的奥运选手 皮列申科在2016年 欧洲局重景标赛 勇夺85公斤以上金牌 而2016年 李约奥运得到第四名和奖牌插肩而各 2017年再度于举重欧锦赛 未免金牌 乌克兰奥委会表示 皮列申科在乌克兰被入侵的第一天 即入屋从军 目前乌克兰已有约450名职业运动选手 战死沙场 我是袁深 感谢收看新冷战情室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 新朋友请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